各位,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我叫阿凡,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完。 今日,我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继续为大家介绍李香琴女士的生平。 A. 亚洲电视综艺节目 1. 创业献光话,1990年 2. 今夜不设防,1990年 3. 活力凝聚贺台庆,1991年 4. 台庆同心创高峰台庆,1992年 5. 阿琴与阿基,1993年,与墨基 6. 今夜真情贺台庆,1993年 7. 1993亚洲小姐准决赛,1993年 李香琴曾演出的舞台剧有 1. 剑雪浮生,1999年首演及2005年重演 2. 天之嬌子音乐剧,飾演孟夫人 李香琴演出的广告有 1. 线上游戏,梦之传说广告代言人 2. 斯里克斯事力甲朱姑力,李香琴曾经获得的奖项有 1. 一九九七年,亚洲电视,一个台庆颁奖典礼 2. 最受欢迎电视剧《集女配角》,《再见燕阳天》,以金奉之获奖 2. 2008年,《明报周刊演艺动力大奖》 3. 2008年,《最突出TVB女艺员奖获奖》 4. 2011年,《万千声辉颁奖典礼》 5. 2011年,《万千光辉演艺人大奖获奖》 5. 李香琴的日是,李香琴年轻时,演出的电影角色多为反派 5. 如反派女合,或偏反面,如尖酸黑薄的富家太太 5. 令人印象深刻,由于和日本女星李香蘭名字接近 5. 所以容易混淆 5. 其实,以这无任何关系 5. 电影《国产007》中,曾经以此作素材 5. 虚扣一对同名母女,珠色,香港歌手及演员张国荣 5. 便曾于其张国荣198-500着下日演唱会中 5. 再邀请嘉宾兼好友陈伯强上台时 5. 自招陈伯强和自己,因经常在电影中分析中间角色 5. 若以女人而言,则正好比如丽珍及李香琴 5. 陈伯强则回应道,不想像如丽珍一样 5. 个头飞来飞去,好,李香琴女士的生平 6. 讲到这里,几经全部讲述完不 6. 在下一集,我们会继续另一位老官的生平事迹 7. 请大家继续收看 7.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7.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7. 和分享这条片吧 7. 拜拜 7.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